恩典365 祝福你 在一整年当中 我们天天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圣诞节快到了 我们渴望今年的圣诞节 我们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怎么样不一样法呢 想到圣诞节 可能很快想到的是圣诞树 圣诞红 圣诞礼物 圣诞大餐 圣诞party等等 但是今年可不可以有一个不一样呢 其实每一年的圣诞节 都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机会 我相信真的有很多人 就在你身边 一年的其他364天 如果你想要请他到教会来 他是不来的 然而圣诞节去教会过圣诞 好像很自然 也很 甚至对很多地方来讲 可能是很时尚的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 在圣诞节的时候 祝福你 周围许多还不认识主的人 有机会走进教堂 去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圣诞节 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今年的圣诞节 在你的好朋友 在你的家人当中 有一些人 耶稣基督真的 降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每一次要传福音 我都会想到一段经文 就是在持读新传里面说 当信主耶稣 我和我的一家 你和你的一家 都必得救 但愿在今年的圣诞节 被主得着的人当中 有你的家人 你知道家这个字 在希腊文是Oikos Oikos这个字 其实不只是 比如说我跟前面师母 跟我们的两个孩子 或者是我的父母亲 它其实是讲一个关系网络 也就是说 在你周围那些 你所熟视 常常跟你会在一起的 这些你的亲人朋友 那好像是像家一样 这样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祝福你 不只是家人 祝福你 亲戚 朋友 好同学 老同学 同事 一个一个被带到 神的恩典里面来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有的时候你知道 很多事情做不成 是因为我们先觉得 不可能 我同学不可能的 我同事不可能的 我爸不可能 我先认不可能 如果我们里面 充满着不可能的思想 你就不会认真的去寻求 说主啊 求你翻转 但是是可能的耶 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跟前面师母 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盼望 我的家族 我的家人都是基督徒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可是其美不是 她是他们家 可能是第一个 或第二个基督徒 那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其实包括我岳父岳母 都还不在教会里面 那她的哥哥嫂嫂 以及她的整个的家族里面 许多的人都还不是基督徒 可是那时候 我们就跟主祷告说 主耶稣啊 我们好盼望 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在教堂 在那个圣坛前 不止我的父母亲 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也能够像基督徒一样 祝福我们 不只是因为他们是 其美的爸爸妈妈 也因为我们同样都在 基督耶稣里面 那就是我们一个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 其美的爸爸妈妈 他们很疼我们 所以我们就祷告说 我们不要去跟他们讲 新耶稣啦 新耶稣啦 让我们结婚之前 给我们一个礼物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 他们可能会因为说 嗯 好啦 就因为疼你们 好吧好吧 我们就去受洗 可是我们想不要这样 我就是很认真的 在神里面祷告 谢谢主你知道 在我们订婚的前一个礼拜 我岳母真的受洗 我岳父其实年轻的时候 就受过洗 然后我岳母就受洗了 而且她不知道 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 是神自己感动她 她走进教会 她接受耶稣基督 她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而今天呢 我们结婚25年了 现在我的岳父 我的岳母 我的岳母的哥哥 嫂嫂 岳母的舅舅 岳母的姑妈 姑爹 整个家族 几乎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真的做成了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有非常多事 都是我们当初觉得 不可能的 但是主做成了 祝福你 今年的圣诞节 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神把一个最棒的圣诞礼物给你 那个你心中暗自觉得 最不可能的 被主得到 我们去祷告好吗 主 谢谢你 我们向你要一个圣诞礼物 照着你圣经的应许 把我们的Oikos 把我们所最在乎的人 把我们的家人赏赐给我们 恩待我们 带着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抓住你圣经的应许 当信主耶稣 我和我的一家人 一个一个都要被带到 上帝的面前来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今年过一个 不一样的圣诞节 得到一个 你一辈子 最感恩的 圣诞礼物 祝福你